美国25家国防承包商组团访台 第一天就到台湾晋升太空远区 寻求在太空产业合作机会 并预计将拜会中科院台湾军工产业界 寻求共同研制无人机的契机 我们请教资深国防咨询委员宋兆文 为您观察台湾军工产业有哪些强项和优势 而这次会吸引美国军工产业来到台湾 台湾有哪些机会 请教您的看法 我前面讲了这四大阶段 从敌人的彼岸到海上 到我们的滩头到我们的城市 这四大阶段我们武器的系列 根据这样来把它规划好 然后现在都开始在量产 我们现在我们生产的主要是 155系列火炮还有这个炮弹 然后我们还有八寸流 还有这个两四洞都还有 但是呢 射数不够 但是155是很够 而且它的数量也够 所以你要来的话 你会在海上会遭遇这样的打局 那特别是我们的飞弹 飞弹呢 以前就是只有台湾的本身的防卫 现在已经扩充到对岸了 扩充到敌人的境内去了 那这样子的已经开始在量产 特别是像我们的公山 像我们的熊山 像我们未来这个长城的反舰飞弹 跟这个长城的巡异飞弹 都开始在量产 这个就是结合我们的战略跟战术 距离于彼岸 尖敌于海上 尖敌于滩头 灭敌于这个城市 你们需要的火炮 它的这个机枪 它的士兵 还有我们的飞弹 所以我们的飞弹 各方面现在是相当够随准 从这个长城的 到中城的 到近城的 这个飞弹 大量的在生产都够 而且这个性能 也很不错 所以我们是有能力 来保护自己的安全 如果说你要来犯的话 那不见得 你一定能够成功 不见得 是这样 那这一次美国度假厂商 来到台湾 是看中台湾军工产业的 什么特点 我们未来优势 会在什么地方 它最主要想卖我们的飞弹 还有这个长城的火箭 还有这个进城的 这个精准性的飞弹 那现在这些 都已经有这个距离 我们现在自己本身 也在量产 我前面再先讲 就是说 不见得会非依靠它不可 但它来的话 它如果提供 比较廉价的 比较迅速的 对我们的战备 可以迅速提升的话 那是可以考虑 如果说付款的条件 能够符合的话 那是可以考虑 但是如果说不符合 我们不会答应 是这样 我们的战备 我们的战备 我们的战备